最近在贵州的贵阳 一名女子罗某到了当地法院 表示自己想离婚 但是离不了 原因是什么呢 他说因为自己厨艺太好 把对方的胃给拴住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个罗某之前 已经丧偶十多年的时间了 丈夫去世之后 就一直跟子女生活 后来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惊人介绍 认识了一位年近七旬的刘大爷 也是一个人生活 两个人当下见面 觉得挺合适的 罗某觉得刘大爷挺温和的 两个人就确定了恋爱的关系 那到四月份的时候 那两个人觉得时机成熟 刘大爷就给了罗某 四万六千块钱作为养老金 然后两个人就正式的 结婚办手续了 但是婚后 随着两个人的接触加深 越来越了解 反倒出现了一些问题 罗某觉得刘大爷性格古怪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让他觉得很痛苦 尤其是有一回罗某生病了 罗大爷就说 那个自己没有钱给他看病 但是转眼又给自己 儿子钱去做生意 是啊 两个人感情出现了问题 一发而不可收拾 甚至还闹到了当地的村委会 后来经过村委会的调解 两边呢达成了协议 那就这样吧 当初的四万六千块钱的 养老金的罗某 还给刘大爷 两个人协议分手 按说事情到这儿 就算是完美解决了 协议分手 钱也两清 结果呢 问题来了 协议分手的时候 刘大爷始终不愿意 去办离婚手续 实在也没有办法呀 罗某就只好到当地法院 去起诉离婚了 那你这分手已经达成共识 这婚为什么就离不了呢 在法官的问询下 刘大爷终于说出了 自己的心里话 自己舍不得离婚 主要的原因是吧 这罗某彩色的真好吃 而且心又细腻 人也勤快 所以呢 不愿意跟他离婚